倚天屠龙记是金庸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同时也是金庸江湖最后的舞学巅峰 除了张三峰与张无忌这种绝顶高手之外 书中一流高手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射雕与神雕 各种舞学招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是三部曲中的百花齐放时代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倚天屠龙记中最强的十大神功 张无忌一人就学了六能 排名是个人观点 如果与您心中的不服 还请以您心中的为主 欢迎讨论 第十名 七伤拳 空铜派镇山绝技 乃空铜派祖师慕灵子所创 拳功每身一层 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 一练七伤 七者皆伤 所谓七伤 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 不过 这门武功威力极大 原文称 此拳法出拳时 声势宣赫 一拳中有七股不同的精力 或刚猛 或阴柔 或刚中有柔 或柔中有刚 或横出 或直送 或内缩 当初谢迅练七伤拳的内境两年后 便自存以可和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比键 即便是强如空剑神僧 中招之后 也称此拳威力远超欲量 必须使出金刚不坏体 才能抗住 当初谢迅和张翠山夫妇 在冰火岛上 谢迅使出七伤拳一拳 打在一根大树的树干 张翠山发现树心中的经脉 已大半阵断 原文称 有的扭曲 有的粉碎 有的断为竖竭 有的若断若絮 显然他这一拳之中 又包含着数般不同的经典 练七伤拳 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内功境界一定要非常高 内功不到强行练习 会让身体留下病根 谢迅练此拳时 伤了心脉 以致有时狂性大发 无法抑制 而张无忌身怀九阳神功 再练此拳 并无妨碍 七伤拳虽强 但只在张无忌手中 才发挥出应用的实力 第九名 玄冥神掌 以天屠龙记中 玄冥二老的看家本领 相传是由白笋道人所创 后传于徒弟贺比翁和陆杖克 两人以此掌法 几乎横行以天使劫 杨潇 唯一笑 于连周 周芷若等当时一流高手 都在这套玄冥神掌下吃过杯 张无忌幼时 曾被贺比翁一掌拍中 身上线绿色五指掌印 如果内功不足寒毒 将伴随一生 吉南清除 发作时痛苦难当 九死一生 是张无忌童年最大的阴影 纵使张三丰 有近百年之功力 也难以化解 直至他练成九阳神功 方化镜瓷斩之毒 这套掌法 在使用时 极其考究 就是不能用于内功 比自己高的人 否则掌力回击入人体 反会受到寒毒所伤 后来 玄冥二老被张无忌所费 这门武功死后 应该就失传了 盘点以天屠龙记最强的 十门武功 第八名 圣火令武功 创作者是波斯的山中老人 没有具体名字 因这套武功 被刻在名叫圣火令上 因此称为圣火令武功 书中称 这套武功是旁门左道武学的巅峰 招式的特点是非常怪异 与中原的武功路数完全不同 当初张无忌刚碰上波斯风云三世时 认为他们武功修为一般 但是招式却极其怪异刁钻 以一敌三局面立即显向还生 后来 张无忌沿袭洗小招所翼的圣火令秘诀后 终于将这套神功习成 原文称此时 张无忌所学比之波斯 三世的诡异武功更高明了十倍 张无忌曾以此速败武当四侠 是张无忌最主要的四大神功之一 第七名 太极拳剑 分别是武当太极拳与太极剑法 由武当开派祖师张三丰 于百岁时所创 是以慢打快 以静制动的上乘武学 太极拳的诀窍是 虚灵抵径 含胸拔背 松腰垂臀 尘尖坠准 要求纯以一行 醉计用力 行神合一 招式包括揽雀尾 单边 提手七十等等 张无忌首次看完这套拳法后 升出世间 竟会有如此高明的功夫的想法 太极剑法表现较少 但原文称 剑招中有神在剑仙 绵绵不绝之一 大结局前 于连舟还空手接额眉派 发射的霹雳弹 燕京四座 也是张无忌的四大神功之一 第六名 乾坤大挪移 倚天屠隆记中 名教的镇教神功 名教历代相传的一门 最厉害的武功 只有教主方可修炼 修炼起来 极易走火入魔 创造这门武功的作者 也只变到了第六种 乾坤大挪移 仅仅是第一层和第二层 悟性高者十四年能成 差一点的二十八年 才能练成 不过这门武学威力极大 不仅可以激发 人体最大潜力 还可以复制对手武功 有制造对手破绽的 杨潇仅仅学了两层 就已经傲视群凶 张无忌因为有 九阳神功为基础 在密室内 一举冲到第七层 成为古往今来 唯一一个 把乾坤大挪移 修炼至第七层的人 是张无忌 主要赖以生存的 四大神功之一 第五名 金刚不坏铁 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有着古今 五大神功之称 运功之时 不仅可以挡下 绝大多数掌力 还隐隐有反伤之力 是少林空剑的绝技 空剑曾凭此功 硬吃谢迅十三级七伤拳 毫发无所 后来被谢迅设计 在来不及运功的情况下 还被谢迅用七伤拳打死 谢迅将其捧成神任 曾让张翠山认为 空剑神技远高于张三丰 能靠这门神功 硬来一流高手十三招绝技 这份战技 恐怕以天之中再无第二名 甚至远胜于张无忌 并挨灭绝三掌的技能 只可惜该神功刚一问时 就随着空剑大师的流落 而匆匆下陷 盘点以天屠龙技 最强的十门武功 第四名 降龙十八掌 金庸武侠第一大掌法 一天时代中 仅优使火龙一人会用 应该是降龙十八掌 在金庸江湖的最后狂欢 这套掌法既非至刚 又非至柔 兼具如家 与道家的两能哲理 虽招数有限 但每一招军具绝大威力 降龙十八掌的经历是 有于不尽四字 不管对方寄来的拳掌 如何刚往有力 一掌拍出后 一定要留有余力 使火龙因内功不足 只练的前十二掌 就导致身体瘫痪 后与混员霹雳守成坤大战 石火龙竭尽全力 挥出十二掌摊 勘中伤成坤 从此之后 江湖上再也没有 降龙十八掌的风采 降龙十八掌排名 之所以不是很高 是被石火龙拉低了上线 第三名 纯阳无极弓 道家弓法之精华 由张三丰 在武当九阳弓之上所创 此弓法是武当派 最高内弓心法 也是护体防身 必须修炼的弓法 原文称 若以威力而论 可算得上各派第一 只可惜 这门内弓 全书 只有张三丰一人学过 且看不到任何效果展现 第二名 九阴真经 射雕三部曲中最经典 且最顶级的武学之一 编写者是武林传说 黄长 真经上卷为内弓基础 下卷为武功招式 书中所记载的武学 博大精深 威力无穷 堪称是武学界的百科全书 不过九阴真经 对修习者的悟性非常重要 比如郭靖 周伯通 王重阳等人在阅读后就受益良多 尤其是郭靖 从新手小白成长为业界大佬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这背后九阴真经 功不可认 倚天时期 九阴真经 被郭靖黄龙藏在倚天剑中 最后都被张无忌锁 猜测 其日后也会修炼一些 参考九阴真经中一套下沉的九阴白骨爪 就让周指若短时间内 成为倚天中的侨主 可见 这确实是一套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神功 第一名 九阳神功 由一身为如为道为僧的斗酒僧所创 此功福道相参 刚柔并重 阴阳护记 绝远大师 初自登场 杨过就称其内力不弱于义登和郭靖 后来张无忌在乾坤遗弃带内 冲破身体百十处旋关 使得九阳神功大成 连张三丰都感觉张无忌的内力 比武当九阳功更加纯正 可以比肩郭靖 杨过 同时 该功可以激发人体潜力 张无忌在九阳神功大成后 将本需要修炼数十年的乾坤大魔忌 在数个时辰内 就将其炼到第七层 其实整个倚天的故事 就是由九阳神功开始 倚天开头 绝远大师在元祭前 默念出九阳真经 令郭湘 张军宝和少林寺罗汉堂首作 无色禅师各有所悟 三人各以此为基础 创出了少林九阳功 俄眉九阳功 武当九阳功 后来 郭湘 张军宝出家 开创俄眉 武当两派 倚天第一 九阳神功当之无愧